正在北京举行的中国两会 引发了美国华人华侨的高度关注 积极参与讨论 湾区的台湾籍侨胞就特别关心两岸议题 中国总理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在谈到台湾问题时 重申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 强调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对此湾区两位台湾籍侨胞也都做出各自解读 和平的方式来两岸交流 但是是祖国统一 所以我觉得这个message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所以我也希望台湾岛内的人 你还对于蔡英文执政当局 能够花言巧语 让你们觉得祖国大陆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我想你们应该彻底的蒙洗蒙碎了 特别提到要特别警惕台湾的这些台独分子 因为台独是一个独流 我们在统一方面还是要 不能让台独有什么进展 那也在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两岸之间能促进两岸经济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让两岸人民都能够得到最大的福祉 有台胞就期盼未来 美国在台海关系中能坚守底线承诺 美中关系能够健康发展 期盼在中美之间也是以一个中国为基础 这是绝对不能踩红线的 然后希望美国能够贺手三个公报 能够遵守美国人自己也一再强调这一中原则 这样子在两国之间才能 就是说在各方面能够进行更多的合作 还有台胞表示 拜登新政府上台 美中关系需要经历一段时间试水 对于美国侨胞而言 就是继续讲好两国故事 海外华人华侨能够做好我们自己 中美两国友好发展的这种桥梁的工作 然后说好我们自己的中国故事 也说好美国的故事 让美国朋友了解中华文化的精髓 然后能够在不同中间 能够找到相同的地方 然后能够友好的发展 防卫视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直接发展到一份不明显的 这边就能够找到一份不明显的 但是这边就能够找到一份不明显的 然后再来看不明显的